在2024年养老金调整方案公布之际 也就是这个6月份的6月17日 网络上的反应异常的热烈 如同一场社会舆论的风暴 持续不断 冲击着人们的心理 原本养老金商调对于退休人员来说 本应是一件令人欢心鼓舞的事情 然而世事难料 出人意料的是这一个消息 在广大网友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 其中不乏一些质疑和不满的声音 从6月17日到现在已经有两周 也就是15天的时间了 这场轩然大波久久不能平息 今年养老金的调整方案 无疑牵中着亿万退休人员的心 6月17日 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联合发布 关于2024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上涨的通知时 社会各界都对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按照通知此次总体调整水平为 2023年退休人员 人均基本养老金的3% 然而呢 这一调整方案在公布之后 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和讨论 内蒙古的网友首先发声 他们担忧的是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 甘肃的网友则指出 公务员在医疗报销方面的待遇 与企业退休人员存在明显的差异化 使得企业的退休人员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 那么这种差异在养老金上调后依然存在 让他们感到非常的不公平 辽宁的网友则直接质疑养老金上调的公平性 他们认为干部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 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但上调比例却相同 这显然不合理 山西的网友则更为直接的指出了退休金制度存在的问题 他们认为现在的退休金制度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江苏的网友则进一步强调了企业和事业单位在退休金方面的巨大的差距 并认为这种差距不仅不公平而且可能引发社会的一些不稳定 黑龙江的网友更是直言不讳的指出这种差距的扩大 可能会加剧一些社会局部的矛盾性 天津的网友则感慨万千的表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穷人似乎越来越穷 而富人则是越来越富 四川的网友则对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他们认为这个退休金与失业退休金的差距过大 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吉林的网友更是表示 宁愿自己的养老金不涨 也不愿意看到那些高工资的人继续上涨 这个涨心吧 因为这种差距只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性 广东的网友则通过具体的数据对比 揭示了公务员和企业退休人员 在养老金方面的巨大差距 他们指出即使按照相同的上调比例 两者之间的差距依然是巨大 包括像这个上海的一些网友则表示 对企业工人的深深同情和敬意 他们认为这些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工人 应该得到更多的待遇和一些福利 山东的网友则特别提出到了农民在退休金制度中的不利地位 并且认为他们是最需要关注和帮助的群体 河北的网友则对近几年养老金病危的信息感到失望 他们认为呢 这种改革的进展过于缓慢 无法满足人们的期望 还有这个黑龙江的网友再次强调了贫富差距的问题 认为这种差距不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而且会让人们感到心寒和绝望 在这场关于养老金调整的讨论中 我们看到了社会各界对退休金制度的关注和期望 我们也看到了人们对于公平和正义的追求和呼唤 希望在未来的改革中能够更加注这些问题的解决 总之这一次上调养老金呢 对于绝大数退休群体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能够让他们在退休的晚年生活有所保障 是吧 有所这个养老 总之关于养老的问题呢 其实相对于我们早些年来讲 已经是越来越科学性 加上这一次的上涨已经连续21年养老金持续的上涨 相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能够理解 能够接受能够支持就目前我们的社会养老金制度 我们的社会养老金置之后